营亚洲的学员 乔逸宇 然后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也非常激动 终于能跟国内的大家们见面 真的很想念你们 谢谢你们一直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创造营亚洲的 曾雪瑶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到微博 跟大家进行直播的互动 然后可以跟 两位开的妹妹一起直播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的支持我们 多多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 好开心 那这是你们第一次 开启微博直播 你们的心情怎么样 屏幕外的粉丝也在很热烈的 想要跟你们互动 其实我觉得很难得 有这个机会和国内的朋友们 近距离的接触 非常非常珍惜 这次机会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和开心 然后跟观众们互动 是的 是的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 包括平常的生活中 都是跟国际选手们一起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交流 其实讲中文的时间会很少 但是今天就是终于能用母语来 百分百表达自己的想法 真的特别特别亲切 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其实 刚刚本来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 但是往这里一坐 开始聊天的时候就很放松 我们现在真的很像回家了一样 嗯 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也离开国家差不多三个月了 对 就其实大家真的非常的想家 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可以 在这种最热闹的节日就是春节可以回去过年 嗯 然后就真的很想家 然后可以跟大家进行直播的互动 可以跟大家用就是说母语 然后跟大家聊天 然后跟大家近距离的接触 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的 感到很亲切 然后开心激动 嗯 好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你们已经为大家带来好几场精彩的舞台了 有初舞台 主题曲舞台 还有一工 可不可以请你们分别聊 先别聊一下自己印象最深刻 或者觉得最困难的舞台是哪一场 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准备出舞台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紧张 因为是我第一次 而且见到所有的选手 以及导师 见到Ten老师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像回家里一样的感觉 然后整个人也是像打了鸡血一样 非常非常的热血 非常有激情 很帅 大家都觉得他超帅的 对 顺劳 顺劳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困难的也是初舞台 对 就是其实这一次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是想就是一改以往的风格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霸气 就是 可能比较甜啊 但是又是古风 就其实 挑战非常大的 就那个古风穿上的 而且你们 现在非常好 头超痛 真的 看得出来 对 其实你们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嗯 然后还有跟 一起合作的一些默契 嗯 那上周其实我们是刚刚 所以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你们讨论最多的 好的 是那种随机Q&A 每个人 两张 两张 怎么这么多 哦 两张 再给我一张 好 好 OK 一句C 一句C 一句C位非我默契 凭借精彩的表现获得了粉丝们的喜爱 今天 openings ... 打开 一个 主音机 我觉得才能在舞台上这样 其实无论我认为自己实力好与坏 我认为自己实力好与坏 然后关于后面呢 真的很谢谢大家夸奖 来到这里呢 其实当时也是下了很久 来说舞台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 然后当时遇到 有听到我们有可能要办一个 在泰国办一个创造营的时候 我就立马就说我一定要来报名参加 我要参加面试 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让自己后悔 我不想让等到过了这个时机之后 才去反省说为什么没有来参加 然后当时在面试过了之后 其实因为学业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还犹豫了很久 但是最后跟我爸妈商量之下 最终就是下定决心 我要来这里 我要来追梦 我要来就是展现 展现帅气的乔逸余 然后要拥有属于我自己的舞台 嗯 OK到我了 嗯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给佛雪瑶 时隔三年再一次参加创造营 是什么心情 经过这三年的选择 再一次重新出发 觉得自己心境上有哪些变化 首先说一下心情吧 就我觉得我会有两种心态 一个是忐忑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感激 忐忑是因为 嗯 毕竟三年过去了 然后我也大了三岁 可能我也 没有特别的去太注意自己的业务能力啊什么 可能这三年都没有再去练习过 所以我这次来我会 比较担心自己能不能表现的好 嗯 然后再加上这次节目是讲英语 讲泰语 嗯 就是我可能语言能力 就是没有特别的好吧 所以我会比较担心过来 大家可以就是很好的沟通吗 然后或者说大家可以相处的好吗 就是会比较坦测这些东西 然后感激呢 但是就是真的很感谢节目组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真的 嗯 然后心境上有哪些变化 心境 我觉得我们俩其实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都是很苹果的啊现在 有过之前的那些经历之后 其实这次来会相对来说 轻松 轻松很多 嗯 也其实没有那么在乎赎赎赎 我觉得 对就是会 我会是更可以去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 对对对对对对 就之前可能年纪比较小就是可能 啊是输是赎会很贴 会很难过 然后会就很难过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很自责 然后或者说会有点内耗啊 对对对对对 就有什么不能量什么 但是这次就是哇好开心 因为我会很开心 会很享受 交到新的朋友 对交到新的朋友 然后感觉又像又像来旅游 又像来就是参加比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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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开心 好玩 嗯好玩 第二个问题是 for 滴滴 作为一工组内的social担当 会帮助组内的中泰学员 互相的交流学习 然后大家也想知道你私下里 你们的互动 日常互动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组也很 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姐妹们 所以呢 有时候我需要听啊 听他们用泰语说啊 然后泰语说完之后用英文给我翻 然后我用英文再给西蒙翻中文 就是脑子里像有一个翻译字一样 对 互翻互翻 对 知道怎么跟旁边的队友讲这些 对对对 所以作为一个NBTHE的 就是小艺人 对小艺人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帮助到身边的朋友 然后为他们就是帮他们翻译啊 然后 所以我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嗯 然后 对 很开心我一工的就是舞台 受到大家的喜欢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谢谢 然后也是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帮我看了我的舞台啊 然后看我的舞啊 我的唱啊 所以我才能好好展现出就是这次一工的自己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展现出更多不同的舞台给大家 所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唱片 可以看到我们大家不同的舞台 跟展现不同的风格 嗯 对没错 其实我就是我特别想说就是我觉得Didi是一个私底下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是的 是的 真的她会反复的去练习她的舞蹈动作 她的表情管理 所以我觉得她真的非常非常的能力 而且她会主动的去找我和艾玛去帮她看她舞台表现的问题 以及就是很细别 什么表情管理啊 真的你知道这个动作啊 这个学习精神 对 很欣赏 其实我们试一下真的我们都是很好 我们真的就是互相帮忙去纠错 因为每个人擅长的东西其实不一样 有些人擅长表情管理 有些人可能更擅长舞蹈 有些人可能更擅长唱歌 或者有些人是更擅长去舞台上的走位啊 反正每一个人他擅长的点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互相 聚集起来就很力量很强 对我们一互补 然后反倒就是会让我们更加平均 我完了 我了吧 Didi 首次公演舞台播出以后 大家都觉得你的舞台表现力要好很多 都觉得很适合你 那之后的舞台会不会挑战自己一下 比如尝试一下Kickback这种 或者说有没有尝试的舞台反差风格吗 可以展示一下吗 展示一下 好 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都 像我的初舞台啊 我的一宫 我都是比较稍微甜一点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一宫的造型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特别相近 但是感觉就是给大家都是这种甜妹啊 然后可爱妹妹的那种感觉 对你点啊 你就变麦 二宫很期待就是可以给大家展出一样的风格 其实Kickback她当时选的首歌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说 我好想好想 她当时其实在选歌是有给我十颜色 她说想要来 但后来我还是决定选择我比较擅长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 然后希望我可以通过就是更多的磨练 然后再去做一些比较冒险的一些事 对 所以我还是期待 而且我觉得她进步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Summer Dream 对 带你进步了很多 因为你想她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些练习 但是一上来三分四十秒的唱跳 而且这个舞又很累 谢谢你们 真的是你们的帮忙 我的朋友 我觉得在这朋友真的很重要 就是互相主义 就是互相支持 对 精神支持 真的是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互相的精神支持 互相帮忙大家 好感动 好感动 在这个节目中你积极向上的态度被网友称为小太阳 和其他学员们一起安慰哭泣的学员 眉目让人觉得很感动 对此你想对一同听我的学员们和观看节目的观众们说些什么 首先我想说一下 就想对我们创造亚洲的学员说 我觉得我很感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互相鼓励的这种 怎么说呢 或者说就是很温暖 就是他们 其实不仅是说我们可能跳舞比较好 或者是有经验的人帮助他们 其实反而他们也会给我提供很多很多的自信啊 然后情绪价值啊 然后哪怕是 可能大家说的不同国家语言 但是我觉得 这一点是最感动的 能量传达的很满你知道吗 真的 我觉得如果说 可能 就我觉得一个节目中就是非常需要这种 可以把自己慢慢的能量传递给别人的人 对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类学员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接下来一起加油 然后想像观看节目的观众们说 一定要收看我们的创造亚洲 没错 对我们的节目呢 虽然播出比较晚 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节目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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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非常精彩 就是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舞台上都很过瘾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对我们就是节目 抱有很大的期待 然后我也知道这次大家就是收看我们的节目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怎么说呢 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在舞台上那种快乐和幸福 希望大家通过观看我们节目也能收获这种提 对 加油一起加油 加油加油 你怎么可以抽到两张都是我 对啊绝了 绝了 谢谢 谢谢 其实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公结束的时候 我还跟乔姨聊到 我说没有想到公演舞台这么好玩 就是我们当时在做了很久 你第一次有这种提案 对 然后我也觉得好有趣在台下看到各位 全手们自己的朋友在台上闪闪发光 就觉得特别特别 对就是不仅自己在台上表演很有趣 看我们这里所有的朋友们在舞台上呈现不同的样子 也很有意思 对 因为有些人上舞台反差很大 不一样不一样 他跟私底下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会起嬉皮疙瘩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下一个环节 请三位分别说出 对另外两位学员的出印象和现印象 从弟弟开始 我很好奇这个 你先 我要听听 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先从乔姨再从学校开始 其实我第一次碰到乔姨的时候 我其实知道乔姨这个人 但是我并没有当下没有 就是我们才发现他们跟我说 这是乔姨 然后我就说真假 然后看到她的舞台 就第一印象就是很帅气 因为其实我们这里的女生 基本上就比较像我们这种类型 就比较甜妹 嗯 所以当看到她是就是 哇这人好帅 然后跳舞又很帅 对 然后现印象就是 主要我俩太熟了 好朋友 对我俩很 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 就觉得 特别好 我们俩都是狮子座 所以就 很有过敏 很有过敏 我们俩性格也蛮像的 蛮像的 对所以互相互助 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出印象和现印象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出印象 呈现给大家 其实还是蛮冷的 冷冷 对对对 因为我有点 不太敢主动的去跟大家交流 所以 但相反是就是我很热情去找她 所以我会觉得可能 我还是属于比较热情的那一方 去和她做朋友 嗯 雪瑶 她反差很多 我认识她 我认识她 其实因为我们 跟我们的朋友是好朋友 所以我认识她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哇 这个姐姐好害羞啊 但她真的很漂亮 就是觉得她是那种 害羞的高冷姐姐 就后来发现 其实她是一个 内心是小少女 然后呢 特别可爱 然后了解我 是吧 然后就特别小少女 然后就很喜欢 就很暖心 然后都太爱她们俩了 真的 OK 到我了 先说弟弟 我第一次见到弟弟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练习舞房 然后当时 瞄到眼 我一下就认她 我说这是欧阳弟弟 然后我当时 其实对她出印象 我就会觉得她 像是一个那种 小公主一样的人 然后感觉她 很有距离感 不好接近 因为当时 我也没去接近人家 但是我先给人家下了个定义 我觉得她可能就是不太好接近 然后其实 所以在出舞台正式录制之前 我都完全没有跟她讲的话 嗯 但是呢 在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变得很熟了之后 我现在觉得她其实是一个 心思很敏感的女孩子 然后但同时呢 她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师座 就是阳光小狮子的那种感觉 而且她也很会照顾人 因为她其实比我小 两岁 嗯 但是大部分时候 其实她会照顾我们 会比较多 就是比她年纪大的 比她年纪小的 她都会去照顾 很注重细节的一个人 谢谢谢谢 谢谢你的夸奖 好官方了 谢谢 然后雪瑶呢 这个我有话说的 真的反差很大 我第一次碰见她和轩宁 她们两个人是在电梯里 我知道她们两个 但是呢 因为懂得我就是那种 不知道一上来 要怎么跟大家搭讪的人 她是爱人 我很爱 然后我一上来就说 哎 你是曾雪瑶吗 虽然我知道很唐突 但是我就是 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 她当时给我的回应就是 嗯 嗯对 嗯我是 好搞笑 很尴尬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 刚想要往外试探 想去跟大家交朋友心 立马就收回来了 刚抬出了一步 就收回来了 然后我当时对她出的印象 我觉得就是 这个姐姐长得很漂亮 但是 很高冷 她的脸真的很丑 她跟轩宁两个人 她们的脸真的是 臭脸姐姐 你也臭脸 眼神很有力度的那种 你懂吗 但是呢 后面变熟了之后 我发现她就是那种 温柔的傻姐姐 就是这种感觉 没错 傻吗 傻傻 有一点的 就是你是傻 但是你也是聪明的 都没懂吗 都没懂吗 就是她的行为举止之间 总是会冒出来一种 稚气 不知道为什么 遵斗 对不起 遵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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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到她那个语气 然后我想说 对我是 然后我才这样 就是我才这个反馈 就是我一开始会觉得她很冷酷 然后包括她的收舞台 和她私底下其实话不是很多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慢热 然后 但是她就是又透着那股 就是有点傲劲 就是她身上是有那个小劲儿在 对 其实我觉得她特别有就是 艺人感 就是我第一次想她 我觉得她很 艺人感 我觉得就是很很 感觉很像就是那种明星一样 就是戴着个口罩 戴着耳架这样 就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但是我对她的现影像是 我觉得她还 你别说我幼稚 我觉得你有时候也挺幼稚的 然后也挺好接近的 就不太像在舞台上就是很有包袱 然后是那样子 然后她其实也心思很细腻 就是也就是她会主动的说去帮 就是她觉得可能需要帮助的人 她会主动去跟她说 然后我觉得她还挺挺暖心的 对 然后就没有那么冷酷了 对吧 对其实没有 对然后然后弟弟 其实就是我会对弟弟这样身份的女生 就是我也可能会有一点距离感 但是我第一次见她 我觉得她很可爱 因为她知道我是爱人 然后但是她就会主动的跟我讲话 你们一上来就互换mbti了 没有 就是朋友介绍的时候 就是她有说 对 朋友比较害羞 对我真的很害羞 然后弟弟就是 就是她一开门 哇 然后她就很热情的跟我打商户 然后我觉得 原来她是一个很可爱 然后很邻家的公主妹妹 然后我对她的现影像是 就是我觉得她也是非常可爱 她其实很成熟 就是她会让我情绪很稳定 对对对对 就是她在我身边的时候 然后她有时候的一句鼓励 然后就是可能随便的一句话 就会让我就是心灵会变得坚定 嗯 真的 就是有这样的能量 有这种魔力在 对 就年纪很小就是年纪比我小 但是她就是那种 借鉴 像一个镇定剂的感觉 对 好 然后她又很努力 然后我会觉得 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包袱 然后她知道自己来这里要干嘛 所以我会非常非常的欣赏她 谢谢 很高的评价吧 没错 这回去让我更努力一下 你回去肯定要好好偷偷乐一阵子 对 她肯定要偷偷乐一阵子 要更努力了 不然对不起你们这样 对我的评价 下个问题哦 请分别猜一下另外两位学员的MBTI 你从弟弟开始 第一项肯定很好猜 第一项肯定很好猜 意义分明 对 非常分明 意义分明 但是后面的话 我们俩先猜一下她 很好猜啊 3 2 1 EMFT 对 没错 我就是快乐小狗 我太明显 我这个喜欢她现在 快乐小狗 很快乐很可爱 对 我就是生活中 基本上希望可以把我的快乐带给大家 对 好 猜一下我俩吧 你俩肯定是I 对 肯定是I I后面是 I N N和S N和S I N I N 我觉得你是N 她呢 I N 我觉得你是S N哦 你是N啊 我俩刚好说法 我是S 她是N 对 我是N 好 那我先猜一下 你先猜她全部 N N F P N 我不EMO啊 我不EMO啊 我很理智的 她看起来蛮开心的 对啊 但是N F P也不理智吧 N F P就是会有点EMO 我觉得 会就是可能她 独处的 对喜欢独处 但我觉得她很J人 就是J是那种会计划很分别的那种人 你出去旅游会列表格吗 对 我会 真的吗 你知道吗 我都非常喜欢跟我出去玩 因为我会帮大家做功课 好的 那我们约定好了 下次下次 结束我们就出去玩 所以 所以我全部想 I N F F 没错 对不起 我这个好烂 你们自己猜吧 你们互相猜对吧 你猜猜我 我是I I N No I S I S I S后面有 但我觉得她比较感性 S后面 那感性的话肯定有P 感性的是P 第三个 S I F T 跟你一样 I F P I N F P I S F P I S F P I S F P 我感觉你这个 你亲爱的人好像很少 对很少 因为我平常交朋友的时候 还蛮少听到I S F P 好的 我这个快乐小狗 你太明显了 你都写在脸上了 E N F P 直接写在脸上了 对我身边的朋友 Emma 是I 对吧 Emma 是E Emma 是你吗 我觉得Emma比我更 比我稍微I一点 对她没有你 她年纪太小了 但是她熟了以后 真的很支气 对对 我们的宝宝 小宝宝 我们落起来不好意思 我们话有点好多 那我们本次直播呢 其实也收集了一些网友的提问 想请你们来回答 或者是满足他们的一些愿望 OK 首先是乔伊宇 请你聊聊自己会哪些五种 并展示至少其中一种 压力给到我了 我其实因为我是街舞入门的嘛 虽然之前有学过三五年的 民族舞 但是都是很小的时候学的 然后这二八斤 对 因为那不展示民族舞吧 跳民族舞吧 好小 因为就是在国内的话 我还跟老师一起去比赛 什么 跳舞可以这么瘦很不容易 是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 跳的可能没有那么那么的好 然后就开始尝试去跳编舞 就是跳现代这种五种 所以编舞它其实各种风格都有 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 对 所以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小小的展示一下 震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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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得知啊 我们DJ准备了一点小小的音乐 哇 乔伊宗啊 天啊 我压力来了 乔伊就是给我们小展示一下 小展示一下 加油 没事你 就轻轻跳 你随便跳得很帅 加油 没事你 是 有点笑 好久没跳了 太棒太棒太棒 哇这种歌选的非常的好 非常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你 太好玩了 想请你分享一下 近期的歌单 这一条是来自于你的个人 微博评论区的 歌单 其实我觉得了解我的粉丝 应该都会知道我是一个很爱听 R&B的人 那我现在不是没有手机吗 所以每天只能听 One more last time 这些歌都已经 听到烂熟 就是一想起来就能知道怎么唱 我每天刷牙的时候都在 One more last time 这歌超新的 昨天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不知道谁在唱 I'll do it how you like it 绝对不是我 那应该是我的那个队友 反正就 这些东西都贯穿我们的整个帽子 然后进DNA里 二公的曲目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这是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秘密 但是就是为了让大家 对我们要留一点那种小悬念 真的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二公公 真的很喜欢 大家敬请期待哦 然后是滴滴的问题 滴滴之前你有过表演经验吗 而且你也有过给电影配音的经验 那是否可以请你在现场模仿营内的其中的一些学员 然后让雪瑶和乔依宇来猜一下 说你我放的是谁 她有配过音吗 对我小时候其实有配过音 童馨 小时候 对就是比较小的时候 然后就是 大概五六岁 对五六岁配了 没有三四岁的时候配了动画片 然后五六岁又配了一次 然后就再大一点又配了一次 所以就是 好我想 但我这个想的有一点明显 我们来听一下 反正他们肯定能猜对 但我展现一下我另外两个朋友的那个 好 早安午安晚安 安安跟你请安 Sawadika 安安卡 对我都讲完了 就在这句话里 安丽 没错 安丽 因为她说我们出舞台的好队友 然后第二个 Sawadika Mata Malaysia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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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Ling Fak Nwa Fak D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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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ka Ling Ling 梁玉玲 没错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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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个她有基点了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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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a Malaysia 没错 没错 是不是网课 是的 好 这样可以吗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 好 那就是请曹怡渝带领雪阳和弟弟跳一下你的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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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我们她俩刚刚没事的时候在等那个高学了 来吧 有音乐吗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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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来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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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唱 一起唱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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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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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咖喳 打 Uma 不行不行 等会儿 最后一趴我要让乔语跳一下我们的One more last time 好吗 有请乔语 你来你来帮我唱 5 6 7 Go 会好多呀 好甜有没有很甜 抠起来乔亦于甜妹 甜妹 弟弟雪瑶帅哥抠起来 帅哥帅哥 我们好欢乐啊 我们有点太聊太海了 然后我们要讲结束语了 想请你们跟大家说一下告别 然后并请大家多多支持你们 好的 我们靠近一点 来吧 我们算一起 好的 你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亚洲学员欧阳弟弟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创造营亚洲 然后在VTV记得观看我们 每周六 每周六吗 每周六晚上 北京时间二十三点 每周六晚上 水晶时间二十三点 记得不要忘记给我们多多支持 然后多多加多多鼓励 好欢迎 好欢迎 非常难过 就要跟大家说 拜拜了 忘记了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亚洲的学员乔依 然后 欢乐的时光是真的很短暂 刚刚听圆柯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还在想 明明你们播了那么久 但是我感觉我们 好快 就随便聊了两句就要结束了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支持 然后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可以快一点 可以快一点 可以再来一次 多多这样子的活动 多多再来一次吧 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机会 然后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多多支持我们 然后就是我想 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人的粉丝 因为我觉得这次我们节目 大家没有办法跟我们近距离接触 然后也没有办法能来到现场看我们的舞台 但是你们还是非常努力的在给我们投票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同时也很 真的很爱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陪着我们把接下来的路 接着走完吧 然后多多收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多多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比个三连心吧 好 三连心 OK OK 321 截图 OK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下次见 爱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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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得走 啊